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你要更换新手机时 如何备份你的旧手机的内容 首先我们从设定开始 找到iCloud iCloud是网络上的一个储存空间 我们用iCloud进行备份时 首先要确认两个条件 第一个我们要检查一下 手机是否有WiFi 与WiFi联系下以后 我们要检查iCloud的能量 到底还有多少 iCloud有免费可以使用的5GB 那不够的话 大家可以从最下面来点进去购买 更多的能量 每个月50GB也才130块 那当然也可以从管理储存空间进来 这里iCloud的图片空间 我们首先可以把它停止并删除 停止并删除 只等于不再储存在iCloud里面 那这些照片都不会从你的手机上消除的 大家放心 那我们停止并删除 那我们停止并删除 这样来增加iCloud的储存空间 OK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确认一下 我们先回来再确认一下 iCloud的现在的储存空间有多少 OK 增加到4点多少了 那有了WiFi 有了储存空间 我们就可以进行备份了 好 打开iCloud 立即备份 点一下立即备份 好 正在备份了 有时候需要10分钟 有时候需要15分钟 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好 我们省略一些 快一点来进行 OK 当你更换到新手机时候 你就可以登录iCloud 来恢复这种备份 把你所有的旧手机的东西 都搬到新手机上 OK 快完了 就剩下最后几分钟了 好 当下面出现 上次备份时间 有多少时候 就备份成功了 好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再见 下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